春风拂面暖心怀 人心向善莲花开 新年精进学佛来 佛光变洒慈悲爱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隆天护法 感恩各位嘉宾法师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晚上好 台党很高兴在新年之际 和大家共战法医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传承佛教精髓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万事顺意 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 学佛 敬敬 现代社会 天灾 人祸不断 2019年的11月 著名的水城 维尼斯 遭遇了50年来 最严重的一次水灾 房屋 商家 和历史古迹 都受到了 严重的破坏 经济损失 预计达到10亿欧元 12月15日 菲律宾发生 6.9级地震 造成至少 11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在短短的 三天内 就发生了 800多次的余症 刚刚过去的一年 澳大利亚卫生署 数据显示 在澳大利亚 有超过10万人 感染了流感 截至9月份 已经有666人 死于流感 所以 人命就在呼吸之间 我们人思维的偏差 有时候会造成 终生的遗憾 在12月24号 平安夜的晚上 重庆一名31岁的男子 在闹市区 跳楼自杀 导致路过的 两名年轻少女 被当场砸死 三人命上黄泉 就在上个月 印度的一名女子 得知自己的暗恋对象 即将结婚 为了推迟暗恋对象的婚礼 他竟然把对方两岁的外孙 扔进了洗衣机 残忍的杀害 想用一场伤势来拖延他的喜事 佛经告诉我们 万物唯心造 欲望会让人上失理性 佛法让我们懂得一切随缘 我们要接受世间的不圆满 我们才能获得心灵的解脱和般若 人间一切不可得 财色名利 终成空 我们要看破这个虚幻的梦幻世界 借假修真 才能找到本初的佛心和本性 有兄弟两个人 在西山遇到了一位高僧 请高僧开示 这个高僧就告诉他们 你们兄弟两人 四年之后 有一次大的劫难 唯一的解救方法 就是多行善事 急得劫难 从那以后 哥哥在村里修桥住路 养老服有无偿的帮助的他人 弟弟呢 跟着哥哥一起啊 也行动起来 他种果树 种粮食 一旦收获了 就接济那些吃不上饭的人 眼看 四年的时间快满了 他哥哥呢 去见了高僧 就问他是否化解了他的劫难 可这次高僧一言不乏 摇了摇头 哥哥感到很奇怪 又无可奈何 哥哥就下了 就下了山 回家途中 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 哥哥发现一间土屋可以避雨 便拱着腰躲了进去 结果一声雷响 房屋倒了 他被压在了下面 哥哥的两条腿在这次事故当中残废 这个变故使他痛苦之急 他想想自己这几年来无私的奉出 为何乃遭此大难 他心里想不通 就跟弟弟讲 弟弟 你背着我去西山 我要去问高僧 哥哥到了那里就问高僧 大师 我几年行善 没有一天懈怠的 为何我还会遭此劫难呢 高僧没有回答他 而是抬头看看他的弟弟 就问 你呢 弟弟回答说 大师 我只是行善 时间久了 我就只知道行善 我已经忘了化掉劫难的事情 高僧合上眼睛说 这就对了 为化劫而行善 不是全善 为行善而忘劫 乃为大善也啊 佛法界说 有目的地去行善 有目的地去行善 不是纯善 无私 没有回报的行善 此乃 真善也啊 我们人要懂得帮助别人 不要考虑自己 一个人没有善良 人生就犹如荒漠 没有希望 没有学博的人 人生就犹如黑暗 没有光明 没有境界的人 人生犹如迷宫 他会找不到方向 人生最快的脚步 不是超越 而是持之以恒 人生最慢的脚步 不是慢慢的走 而是犹豫不决 人生最好的大道 他不是大道 而是你要一步一步的谨慎走路 人生最险的道路 那不是陡坡 也不是下坡 而是陷阱重重啊 学佛人要懂得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可以丢 但是不能丢掉毁命 什么都可以再来 唯独生命不能再来 什么都可以抛弃 唯有佛性不能抛弃 什么都可以接受 唯独贪嗔痴 不能接受啊 有一个太太 我这里讲个小笑话 笑的是最后 你们要听最后那句 笑得出来的人 说明脑子还蛮灵的 笑不出来就脑子不灵呢 假笑不反对 有一个太太为了防止自己体重增加 于是呢 在冰箱门上贴了一张 身材苗条 身穿泳衣的美女海报 以提醒自己少开冰箱 少拿东西吃 果然 他因此瘦了四公斤 但是 他先生 却胖了七公斤 听得懂吗 先生看美女海报 天天去开冰箱 你说能不胖吗 为人要懂得 因为人的贪爱 是随着外环境而增长的 学博人不管做什么事情 学会太虚大师所言 人成积佛成 遇事有三个宝贝 请大家记好了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首先要面对他 第二要处理他 第三要学会放下他 很多人一生非常的成功 为人处事非常的严谨 他也有三宝 第一宝叫谦虚点 第二宝对人礼貌一点 第三 对别人要多多的赞叹一点 学佛有修养也有三宝 要懂得安静的身体 慈祥的脸庞 沉稳的性格 家庭也有三宝 第一要喜欢 不管太太先生 她喜欢什么 你都要跟着她喜欢 你家庭就会幸福 第二要幽默一点 第三要学会体贴一点 饮食上 饮食上我们也有三宝 第一宝是营养要均衡 第二宝是食欲要节制 第三宝是吃完了 要学会感恩 健康上也有三宝 健康 要会健康 首先要长走路 少欲望 心平气和 学习上有三宝 是听别人讲 看别人行 自己要信愿行 教朋友上面 也有三宝 第一要诚信交友 第二要正直的待人 第三要谦卑的做事 学佛人心动有三宝 要懂得用真实心 慈悲心 还有宽容心 你将在这个社会上 无往而不利 一切随缘 你会达到一种 超脱人间烦恼的境界 有一天老张下班回家 老远呢 就看见了小区门口的墙上呢 写了一张启示 他走近一看呢 差点笑出来 原来呢 是一张寻猪的启示 说的是要找一头啊 丢失的宠物猪 旁边呢 还有小猪的照片 老张心想 哎 现在的人真的无聊透顶了啦 养猫养狗还不过瘾 还居然养起猪来了 可是看到后面 只看见启示上写着 如有人 十道 小猪者 可获筹金一万元 老张看看四周 撑得没人 一把私下启示 放进了口袋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哼着小犬回了家 一进屋 老张就拿出了启示 给老婆看 老婆看完之后说 哎呀 我刚才才看见 隔壁邻居的李大妈 牵着一头小猪 在小区里溜达呢 好像和照片上的猪啊 长得很像哎 老张一听 顿时激动万分 真的吗 老婆 你再仔细看看 是不是这个猪 跟你看到那个猪是一样的 老婆看了半天 吃不准 点点头 又摇摇头 要不 你明天早上 这里去看看 老张一个晚上 没睡好 第二天一大早 就等在 隔壁的 楼的门口 不大一会儿 就见李大妈 牵着一头小猪 出来了 老张一看 这个小猪 淡黄色 耳朵上 有两个对寸的 小黑圆点 可不就是 启示上 那个小猪嘛 他连忙 热情的上去打招呼 哎呦 李大妈 怎么早就出来 遛狗 遛猪啊 李大妈 不好意思的 吵老张笑笑 哎呀 儿子看我一个人啊 在家闷得慌啊 就想买条狗 来给我做个伴 可是到宠物市场 一打听啊 说现在啊 流行养猪 就给买了回来 可这猪啊 真难伺候 扔着又可惜 卖了又没人要 哎 烦死人了 老张立刻接口道 哎呀 大妈 你就卖给我吧 我倒挺喜欢她的 你看她多可爱啊 这个李大妈 看着老张有点吃惊 你真的喜欢吗 我儿子当初花了两千块钱买回来的 可 我没少说她 这不是在烧钱吗 哎呦 大妈 看你说的 我特别喜欢小猪 我给你三千 你就卖给我吧 说完从口袋里 掏出准备好的钱 塞进了 李大妈的手里 趁李大妈还没回过神 抱起了小猪就跑了 老张他踏进家门 就向他老婆抱起道 哎呀 好了好了 咱们马上就能赚到一笔了 说着喜滋滋的拿出那张 寻诸启事 照着上位的电话就拨了过去 可是万万没料到 电话里竟传出了一个声音 您刚才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 这下子两口子全傻眼了 怎么办呢 这老婆立刻就哭开了 哎呦 三千块钱哪 就这么没了 能买多少斤猪肉啊 老张被老婆哭得心烦 拿起那张启事就去了打印社 要人帮忙把启事内容打印下来 不过他把其中原来的一万块钱的筹金 改成了两万块 晚上他摸黑走到小区 把那张寻诸启事贴了上去 第二天又让老婆牵着小猪到街上去 转悠了 果然没半天功夫 老张老婆就被一个人拦住了 那人说他特别喜欢宠物猪 愿意花六千块钱买下来 老张的老婆 于是装住一副很不舍得的样子 把这只小猪卖给了他 事不过三天 那墙上的寻诸启事又被悄悄的改换了 面孔 估计台长不说你们也知道 答谢筹金从两万涨到了三万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 人总是在吃亏的时候 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 没有理性 他不管他人的痛苦 再去伤害别人 其实学会吃亏 不要去贪 你就不会造新业 也不会去伤害别人 不伤害别人的人 记住了 你就是在尊重自己 尊重别人啊 我们学博人要懂得尊重别人 那是一种修养啊 佛说了 情修善根供养 当自己的心灵或身体受伤 你不能因为自己的痛苦 去冲动 犯下更多的业障 自己受伤了 再让别人去受伤 你伤害了别人 又给自己种下了业的种子啊 所以佛法讲 将烦恼的无名火 能够转化成冷静 并变成般若 控制好自己的心态 有些事情过了之后 你再回头去看一看 所受伤害 绝对不像当时受伤害 那么的严重 和让你这么的痛苦 因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感谢伤害过你的人 是他让你的人生与众不同 感谢刁难过你的人 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 感谢欺骗过你的人 因为他使你增加了智慧 感谢那些藐视过你的人 因为他让你恢复了自尊 感谢曾经遗弃过你的人 因为他让你变得更加的独立和自强啊 今天没下雨吧 现在像下雨了 听刚刚的 我刚刚听到你们的掌声 怎么像下毛毛雨 哎呀 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 好谢谢 现在舒服一点了 有一天 一个科技大学中的一位教授问学生 如果你们只剩下三天的寿命 你们孩子们 你们准备怎么来利用 学生小华就说 老师我要趁这几天 好好地跟家人在一起 学生的小强说了 我要和女朋友三天都腻在一起享乐 还有一个小朋友叫小芬 我要好好写遗嘱 这时候老师看见一个同学 小赵 却一直沉默不语 便问他 小赵 那你要利用最后这三天干什么 老师 我想听你的课 全班同学都气得 都背后骂他 小狗腿子啊 为了分数 不择手段地拍啊 而老师听了大喜 心想 现在居然还有如此尊师重道的同学啊 所以老师就问小赵 小赵 那你为什么还要听老师的课呢 最后三天 小赵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 老师因为听你的课 让我可以活得更长 因为听你的课 让我有度日奴年的感觉 我们生活本来不苦 苦的是我们的欲望太多 人心本来不累 累的是我们因为放不下太多呀 学佛人要懂得 你不努力 你永远会觉得 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 所以要学会佛法 多多地学白化佛法 收一收你的脾气 不要什么话都不经思考的 对别人讲 有时候你说的是心理话 别人会当你是笑话 一开口就体现了 你的情商和你学博的修养 气不合时 少说话 心不顺时 先静下 否则言多必失 做事必败 台长 每星期在广播里 做节目回答听都没问题 有一天 就是上个礼拜 台长看图腾 看出他脑子里的灵性 控制 杂念纷飞 思想不集中 记性不好 腰不好 血脉不合 手脚发冷 事业一会儿好 一会儿不好 感情有波折 颈椎也不好 听众连连承认 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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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想请你给我看一下图腾 我83年属猪的 有没有联系 有啊 在脑子里啊 控制你乱想啊 杂念纷飞啊 对对对对 什么事情思想都不集中啊 是的 而且记性了越来越不好 是的 自己腰也不好 对对腰不好 现在这个邻居跑上跑下的 而且还造成你的血脉不合 所以你的手就冷啊 脚都冷啊 经常 对对对对 是的 这个猪就一直在跑 跑一跑停一停 跑一跑停一停 也就是说 你的事业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 想做什么事情 做到后来都不成功 是的 年轻的时候很聪明的 现在有点傻了 脑子不行 就是在感情感情上有个波折 听得懂吧 是的 感情是不好的 感情我离我疯了 就是主要问题 有的时候讲出来的话 做出来的事情 就是自我太重 然后有的时候 我们老在后悔当中 老跟人家对不起对不起 是的 是的 你身上有个灵性在颈椎哦 经常在你颈椎上 我右边的这个颈椎 对 我右边颈椎有时候很痠又痛 又痠又痛 就右边 对对对对 就是他在那个地方 好感恩师傅 谢谢 有一位云水僧人听人传说 无相残师 禅道高妙 向和他辩论 禅法 侍逢了禅师外出 侍者沙弥呢 出来接待 这个沙弥就说 我师父不在 有事我可以代劳 小沙弥讲 云水禅师说 你年纪太小 不行不行 小沙弥说 年龄税小 智慧 我可不小啊 云水僧一听 觉得还不错 嗯 我考考你 他用手指 笔划了一个小圆圈 然后呢 向前一指 小沙弥一看 摊开双手 画了一个大圆圈 云水僧 伸出一根手指头 小沙弥伸出五根指头 云水僧再伸出三根指头 小沙弥用手在眼睛上 笔划了一下 云水僧 成红成晃的跪了下来 磕了三个头 掉头就走 因为这个云水禅师 他心里想 我用手比了一个小圆圈 向前一指 我是想问他 你胸量有多大 他摊开双手 划了一个大圆圈 说 我的心量有大海那么大 我又伸出一个手指 问他 你自身如何 他伸出五指 说 我受持五戒 我再伸出三指 问他 三戒如何 他指一指自己的眼睛 说三戒 就在我的眼睛里 一个小沙弥 长且这么高明 不知道 无相禅师的修心啊 有多深啊 想一想 我还是走为上策吧 留一点掌声 接下来鼓 后来 无相禅师回来了 小沙弥呢 就报告了 上述的经过 他说 报告师父 不计为什么 那位云水禅师 知道我在俗家的时候 是卖烧饼的 他用手比了一个小圆圈 说 你家的烧饼就这么一点大 我摊开双手说 有这么大呢 他伸出一个手指说 一文钱一个吗 我伸出五个手指说 五文钱一个 他又伸出三个手指说 三文钱能买一个吗 我想他太没有良心了 我就比划了眼睛 怪他 你怎么这么不失货的了 不想他吓得逃走了 无相禅师听后说 孩子啊 一切皆法也 一切皆禅也 沙弥啊 你懂吗 小沙弥茫然 一点都不懂 佛法讲究机缘 禅就是机会加上缘分 禅道就是让你懂得 我们在生活当中 无时不禅 无处不禅 无人不禅 无事不禅啊 也就是说 不管什么时间 不管什么人 不管什么事情 都有一个机会和一个缘分在里面的 禅师当中有赵州查 云门禀之说 都是禅 书与讲 讲者无心 听者有意 过 无相禅师月 一切皆法也 一切皆禅也 禅 其实就是对别人的一种理解 善待自己 就是一种禅定 心情舒畅 控制好 自己的内心 就是禅定 一个人能够懂得人生 多一分快乐 少一分忧伤 多一分真实 少一分虚伪 多一分精进 少一分懈怠 这就是禅啊 禅道 让我们懂得了 人活着不难 而要真正的理解 活着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一个人买了一箱离子 天气太热了 怕离子坏了 可惜 每天挑几个最差的 快要烂掉的 吃掉 每天挑烂的吃 最后 他吃了一箱烂梨呀 有人做了一副对联 上联叫 放着好的 吃烂的 下联是 吃了烂的 烂好的 横批是 永远吃烂的 我们人生也是这样 我们很多人 每天不去想好的事情 天天去想自己 过去的痛苦和 现在的忧伤 每天活在痛苦当中 最后 他一辈子的感觉 就是觉得自己活着很痛苦 台长也写了一部对联 上联是 活着好的 想坏的 下联是 想了坏的 忘好的 横批是 永远痛苦着 人生都说自己好 实际上 每个人都说 我的境界高 我可以克制 我能怎么样 我能怎么样 碰到你的私心 你试试看 一个人嘴巴里 讲得好 碰到事情 全忘掉 你说猫蜜不偷吃 你用鱼儿去试试 你说岳父对你好 你敢动他贵女 你去试试 鼓掌 你说公婆对你好 你和他提前 你试试 你说你有土豪 亲戚多 你向他借钱 你试试 你指望儿女 尽孝道 你躺在病床 你试试 红尘人间 私心重 不要去试探 别人心 天诛地灭 世人间 学伯贪灭 赛神仙 有一个笑话 有一个姐妹的 有一个姐妹的姐夫呢 去喝酒了 这个姐夫呢 晚上喝了醉醺醺的呢 回家了 姐姐呢 非常生气 但是对着一个醉汉呢 她又没办法发火 这个 她的老婆很厉害 就给自己嘴巴上 抹了很多的口红 然后呢 在熟睡的老公的 脖子和脸上呢 清了好几个印子 第二天 等姐夫睡醒了 姐姐就找这个借口 开始和她吵 给她吵 问她 你昨天晚上 到哪里去鬼混了 然后就骂她 婆婆呢 过来劝嫁 一看到 儿子 脸上 和脖子上的口红印 上去 就给儿子 一个巴掌 啪 过后好几天 姐夫 都在努力地回忆 喝醉酒的那天晚上 我到底干啥了 人在红尘 昏昏沉沉 对自己所做的一切 常常是 失魂落魄 所以学婆人 每天要少生气 心要静 意要明改变一下自己的人生态度 去适应不同的生活状态 看破了 放下了 心情舒畅 学放下 不跟自己过不去 善待众生 莫烦恼 学会远离 就是好 你们跟着台长学佛 要懂得 不说对不起 别人的绝情话 否则 你自己会伤透 他的心 也会伤透 你自己的心 冰冻三尺 飞 一日之寒 长期的累积伤害 最后 你一定明白 钱 买不回 他的心 你才能知道 当初 他为什么 对你这么好 而现在 他好像 变了 一个 人 那 累积 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每一天做一点坏事 三百六十五天 你就是一个大坏人 你每一天做一点好事 三百六十五天一年 你就是一个大善人 累积功德 让你直上清云 累积业障 会让你在人间活得像地狱 即使你不变 对方也会对你改变的 人要学会舍 优舍才能得 舍得现在的利益 学会对人包容 用无限的慈悲 才能得到未来 无限的希望 春 有位心理学家 在露天的游泳池 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 他故意安排 不同的人 假装溺水 救命啊 救命啊 然后观察 有多少人 会去营救 这个试验的结果 非常的耐人 寻味 在长达一年的 试验当中 当白发苍苍的老人 溺水的时候 统计有二十个人 跳下去 进行 营救 当孩子 溺水的时候 有三十二个人 跳下水 进行 研究 而当一个妙龄女子 溺水的时候 营救人员 素质居然上升到 五十人 这个试验证明 在人性当中 虽然在行善 但是还是有自私的倾向 同样是旧人 在他跳下去的那一刻 心里还有着很多的私心杂念 所以伯法界讲 贪嗔痴慢疑 是人间的五毒 一个能够舍去一切 没有私心的去帮助别人的人 这个人就叫纯善啊 而有目的的去帮助别人 这个只能称为善事 学博后要懂得带有私心的人去做 不管做什么事情称为有违法 而没有目的的去行善 称为无违法呀 我们做人有了一颗忠诚别人的心 你就会拥有纯洁的朋友 你拥有了一颗善良的心 你会拥有慈悲 在这个世界上 无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 无私才能让别人感受到你纯洁的心灵啊 有一位职工平时十分的吝啬 公司举行任何的募捐 他最多出五块钱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 他为地震捐款 他一次性拿出了一千块 这个事情告诉大家 人心中有给予自己利益的潜在的意识 倾向 因为当这个适合于我像的时候 我就愿意捐 而执着自己的思维 有的时候我就不爱这个人 我就不愿意捐 你就不会对社会去做贡献 有一座城市的郊区 有一座很大的水库 每年夏天 有很多的人游泳爱好者前去游泳 而水库的城市 水库是城市的自来水工厂的重要的取水源泉 为了保持水源的清洁卫生 自来水厂在水库 市立了很多的 禁止游泳的牌子 但是人们照样游泳不悟 后来自来水厂的公告牌上 他们动脑筋写上了 水库的水 请你记住了 就是你家用的自来水 为了你和家人的健康 请不要再次游泳 结果水库的游泳者 没有了 你们想想水库当中游泳 有很多人有脚气 有很多人有皮肤病 有很多人在里面还做不好的事情 你说你喝得下去吗 所以人就是自私哦 对不对呀 所以人心是自私的 因为我们贪啊 你对别人做出的事情 有的时候你不满意了 你就会有恨心 这是我们人的恨心的称心所为 我们人为什么会去做 不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愚痴 所以学博人要学会为众生来想 留下纯洁的人生足迹 一步一个脚印 少走弯路 你才不会迷失自己 活在别人的掌声当中 你很容易执着 相处在别人的原谅中 你最容易使自己懦弱呀 有一个笑话 说的是美国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总统 罗斯福他非常爱面子 无论在什么场合 他都要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到哪里他都要讲话 让人对他表示羡慕 他的儿子曾经对别人讲 我爸爸罗斯福从来不喜欢参加婚礼和葬礼 因为在这种场合 他既不能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人物 因为在婚礼和葬礼上 他既不能做新娘 又不能做死者呀 过于欣赏自己 就发现不了别人的优点 过于赞赏别人的优点 有时候会看不见自己的优点 做人要地道 好人有好报 做事要诚恳 心里才能闻 人可以忘掉过去 但不能重复的犯错 人可以忘掉昨天 但不能放弃今天 人可以暂时的忧伤 但不能失去理智 你可以本性回归 但不能在六道轮回中 轮回不已呀 台长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 一个佛友怀孕六个月 查出贪儿 四肢太短长不大 可能骑行 结果呢 他们夫妻呢 许愿小房子 放生 度人之后 产前检查 完全正常了 这个真的是菩萨保佑 请大家听一下 录音 就是一个礼拜 之前 先读一段同学的分享 2018年 我意外怀孕 满六个月 去医院做检查 查出宝宝有问题 医生说我们孩子 四肢太短了 长不大 有可能是畸形 两周后再检查 结果却更严重 养水过多 孩子四肢还是没有长 顿时我们陷入绝望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 有秀遇见两位师兄 他们耐心指导 告诉我们夫妻俩 之前没有好好念经还债 而且我们夫妻正值运到 三六九节 业障爆发 于是我们许愿念证 三百张小房子 并许愿放生三千条鱼 结缘五百台播放器 给有缘众生 当时我们生意资金紧张 没想到许愿之后 电力生意突然好转 让我们有了机会做功德 感恩观世音菩萨加持 在这期间 毕师兄一直鼓励我 继续多做功德 孩子出生前 还有挽救的可能 出生后一切就会并行 万一孩子偏生残疾 痛苦孩子一辈子 折磨加情一辈子 于是我们许愿 增加三千条鱼 和三百台播放器 几天后 在准期菩萨 圣诞前一天 菩萨慈悲 家中卖货两万元 第二次许的愿 在此顺利完成 感恩家人 无论瓜生下雨 毫无怨言地陪我 每天放生 直到孩子出生 5月12日 正值释迦摩尼佛圣诞日 孩子已经超出预产期 产检结果 孩子完全正常 在这一天 释迦摩尼佛圣诞日 我们又许愿 祝愿五百台多放器 求菩萨保佑孩子 能够在今天出生 同时在新加坡法会上的家人 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师兄 都为我祝念大悲咒 当天晚上 11点40分 孩子顺利出生 宝宝非常健康 都符合正常标准 而且发起的是 孩子天情饱满 地隔方圆 聪明伶俐 长相标致可爱 耳垂又大又厚 看到孩子的人 都赞不绝口 感恩拿摩大大悲 借苦救难广大 灵感 观世音符下 莫荒沙 感恩师父 一切都会改变 看你心成不成的 好的 您代师父 感恩师父 谢谢 有一位老和尚 一个老农民 坐在一个小镇边上 下巷骑 一位中年人 骑马来到他们身边 把马停下来 就向他们问道 师父 请问这是什么镇啊 住在这里的居民 是属于哪种类型的 我正决定搬到这里来居住 老和尚看了一下 这位青年人 他问道 你刚离开的那个小镇上 住的是属于哪一类人呢 中年人回答 哦 师父 住在那里的 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我住在那感到很不愉快 因此呢 我打算搬到 再来居住 老和尚说 施主啊 恐怕你会失望啊 因为这个镇上的人 跟他们完全都一样啊 过了不久 又有一个年轻人 向老和尚打听 同样的问题 老和尚又反问他 这些问题 这个年轻人回答说 啊 师父 住在这儿那的人啊 都十分的友好 我的家人在那度过了一段 非常美好的时光 但我正在寻找一个 比我以前居住地方 更加有发展机会的城镇 因此我们搬出来的 尽管我们还很留恋 以前那个地方 老和尚说 年轻人啊 你很幸运 在这里居住的人啊 都是跟你一样 差不多的人 相信你会喜欢他们 他们也会喜欢你的 年轻人走后 一旁的老农民不明白了 同样的问题 老和尚为什么 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学佛人应该懂得 你对别人失望 你一定会让别人失望 你用什么样的心 去看别人 你会得到同样的回报 良好的心态和习惯和性格 记住了 那是学佛人的三大法宝啊 当你生活枯燥的时候 你别忘了 你去努力奋斗 当你缺少人生乐趣的时候 别忘了 幽默是你的钥匙 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请别忘了 见生 当你骄傲狂妄的时候 要懂得 谦虚 使人进步 啊 我记得这句话 我们从小就学 我们从小就懂得 所以当你一得 自得一满的时候 要学会低调平淡 当你钱不够用的时候 你要学会什么 有很多人说去赚 脑 要学会节约和理财呀 当你连自己都要怀疑自己的时候 你要学会建立自信 当你在人间浑浑道道 不知所为的时候 你要学会念经和阅读 当你怀疑别人的时候 别忘了 换位思考 信任别人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信心啊 当你和别人沟通产生障碍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记住 要认真的 真诚的去听他说些什么 你就能得到他的原谅 所以心态要善良 习惯要优良 性格要坚强 有一个笑话 说现在的老年人呢 健忘得很厉害 四个老人家呢 打麻将 打了一圈之后呢 有一个老人呢 到厕所去了 上外厕所啊 这老人家 竟然把打麻将的事情忘记了 就回家了 那三缺一 四缺一啊 那三个人等了半天 拼命的等 半个多小时 都没等到老人家回来 他决定啊 三个人 来 大家一起去找吧 但是 当三个老人家 刚刚走出屋门的时候 谁也想不起来 刚才和他们一起打麻将的是谁了 台党讲笑话都有意义的 这个笑话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自己有时候处在健忘当中 总是以为别人很健忘 自己处在自私当中 总是觉得别人很自私 所以夫妻吵架 老公总是说 老婆你是最自私的人 老婆总是说老公 你比我还自私 有同感吧 所以 做人凡事斤斤斤斤叫 毫不想吃亏的人 自以为很成功 其实这种人很难在社会上生存 因为他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 所以现代人 重物质 有的放弃了亲情 放弃了尊严 放弃了良心 在金钱沦丧的社会 很多人毁灭了很好的家庭 最重要的 他们伤害了自己 也伤害了别人 所以钱财能买来药品 但是买不来生命 钱财能买来保险 你不一定能买到平安 钱财能买到快乐 但是你买不了幸福 钱财能买到你的富有 却买不了你的满足感 钱财能买来婚姻 却买不到爱情 钱财能买来补品 但是却买不到你的健康啊 所以我们学博人 气量大 身心健康 处事以忠厚为法 交友以真诚为家 给别人制造痛苦 最后一定是你自己痛苦 台长讲两句话 你们一定有同感 男人痛苦的时候 是无话可说 女人愤怒的是 啥话都说呀 所以学博人不能啥话都说 男人也不能不说 要注重自己的人品 以六波罗蜜 为生活的医治 学会精进波罗蜜 学会忍辱波罗蜜 你才能做到真正的改变自己呀 有两个患有同样癌症的病人 有一个人矮多特别灵 从医生的谈话当中 他听到了 他只能活三个月的时间 结果回到家里越想越害怕 难过的饭也吃不下 叫也睡不好 很快的一命五呼 另一个人耳朵有些背 别说他偷听医生的讲话 就是你大的声跟他讲话 他都听不清楚 奇怪的是 这个生癌症的人 不但活过了三个月 现在已经是两年过去了 还好好地活着 台长告诉你们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 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好 不敏感的比太敏感的人要好 不精明的比精明的人要好 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 难得糊涂啊 我们人生本来就活在虚幻的迷惑当中 快乐和幸福就藏在虚幻当中 人生就是一列火车呀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学博后一旦清醒了 所有的虚幻世界 悲伤和幸福 只在一瞬间 只是一种感觉呀 当这种感觉走了 就像烟消云散一样 有一只鸟 站在树上的鸟儿 他从来不会害怕树枝的断裂 因为他依靠的不是树枝 而是他自己能飞翔的翅膀 我们人天天依靠物质生活活着 每天担心的未来 从不知梦幻泡影的世界会瞬间消失 所以不如现在好好学佛 天天行善 活在当下 再生先啊 学佛的路上 只有精进才能给你最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成长的路上 只有相信菩萨 才能给你最大的依靠和保佑 靠山 山会跑 靠人 人会跑 靠菩萨和你的愿力 才会活得好啊 最后 大家都知道台长演讲结束 最喜欢跟大家最后讲两个笑话 接下来跟大家讲两个笑话 有一个女婿 她说 昨晚 一个女婿 昨晚见丈母娘在朋友圈发视频 晒她的厨艺 老丈人呢 当时呢 这边是狼吞虎咽的吃 老丈母娘啊 就晒那个厨艺 结果女婿呢 就在评论里面写呢 哎 你能教一下你的女儿就好了 叫她教一下她女儿 结果呢 第二天傍晚呢 丈母娘果然呢 就把女婿跟女儿找回家了 然后呢 就教她老婆 就她的老婆了 就她的女儿了 做菜 不过教得很慢 一直折腾到晚上 八点半才开饭 后来的女婿呢 狼吞虎咽的吃着 丈母娘对老婆说 记住了女儿 世上最好的厨艺 就是饿她 时间长一点 她就会觉得 什么都好吃了 我要听掌声的 掌声少了 第二个就不讲了 好 第二个 记住了啊 第二个最后 要记住最后啊 有天警察局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的声音呢 像个小女孩 非常的着急 先生先生 救命 救命 快点救命 小姐 你慢慢说呀 到底什么事情啊 有一只猫爬进我们家 有一只猫爬进我们家 小姐啊 有一只猫爬进来 不是很大的问题啊 不行不行 这猫很危险 猫很危险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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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爬的不危险啊 猫到你家有什么危险啊 先生啊 你们这里到底是不是警察局啊 是警察局的话 我打电话给你 你就要来救我呀 快点 猫进来了 哎呀 危险 危险 小姐啊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鹦鹉 我是鹦鹉 学佛修行 要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不为自身求安乐 但为众生求离苦 学佛人首先要爱国家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是我们心灵法门的法宝 学习菩萨圆融的智慧 普及佛法的教育 践行大乘菩提道 用人间的佛法造福于人类 福泽后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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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